北京时间12月26日 NBA年终大战篮网对决胡人 哈登22投10中 3分7中3 拿到32分9助攻8篮板 威少18中4 3分3中0 拿到13分11助攻10篮板 两人都冲上了热搜 引发热议 3D遇上了二哥 结果哈登扎心了威少 这场年终大战 哈登解除健康和安全协议 火线复出 虽然缺席了多场比赛 但是哈登状态并没有受到影响 一上来就连续命中 带队打出了一波19比8开局 在哈登又是得分 又是串联全队的时候 威少疯狂打铁 整个第一节威少6投1中 一次上篮还被哈登封盖 半场打完 哈登出战18分钟 15投8中 3分5中2 罚球8中5 轰下23分 还有6篮板6助攻 并且只有一次失误 单核带队状态出色 下半场回来 面对塔克 哈登招牌撤步3分 稳稳命中 完成了赛季第4次30 有趣的是 哈登还上演了放空威少 投3分的扎心一幕 威少也是没有让3D失望 果然打铁 三节结束的时候 哈登已经拿到了32分 8助攻7篮板 威少13分 11助攻9篮板 第四节威少完成了三双 本赛季个人第6个三双 也是生涯第190个三双 可在他下场之后 忽然反而掀起追分高潮 哈登因为一个肘步 击打塔克跨步的动作 吃到了一级恶意犯规 最后20.6秒 威少扣篮被篮筐大帽 随后无奈对哈登犯规 最终 胡人公亏一溃 这一战 威少完败 你这个人不过来说是不错的 你这个人不过来说是不错的 我看着你这个人不过来说 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可以说是不错的 你这个人不过来说是不错的 你这个人不过来说是不错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